第七百二十五集 再领一次云中目的试试 顾飞非常残忍地提 不知道能不能再领 顾飞立刻在航会频道里广播 有没有靠近航会大楼的姑娘 有没有靠近航会大楼的姑娘 进去看一看能不能领到 自杀云中目的的任务 喂喂喂 航会的姑娘是专门替你跑腿的吗 席间的七月有意见了 顾飞自打当了重生紫经会长 在航会里发言积极 一会儿指挥姑娘干什么 一会儿指挥姑娘干那个 活跃得很 哎顺路看一下嘛 顾飞说 七月翻着白眼 只好也在航会里发言 有路过的就帮忙看一下 没路过的不要理他 顾飞苦笑 女人哪 小事情也要这么斤斤计较 酒馆聚会本也是招呼 重生紫经姑娘们的 不过任务大功告成的 又不是他们 所以有些也懒得来 七月作为实质上的会长 还是过来搞联谊了 但大多数姑娘还飘在外面 于是赢得了替姑娘 跑腿的机会 这说明 这荣誉击杀 是提升了云中目的的死亡次数 你们想 一下就上到二十次 这样的任务如果能重复领取 两次大概就把云中目的杀出局了 所以系统就设定只能一次 如果只是罚庭二十分钟 那没什么关系 大可以反复刺杀吗 佑哥分析道 有道理 墓园行会里还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见鬼问徐小天 他发现 这个姑娘也是有一些信息渠道的 或许就是他那个非一般的圈内关系 暂时没有 去砍他吧 我就欣赏千里喜欢迎难而上的气魄 佑哥先夸了一句 然后无视了顾飞的建议 向见鬼提 这个自杀倒是挺实惠的 不如我们先选些比较下面的小行会 相对要轻松很多 先赚他些积分再说 问题是现在大部分人身上 都领成大会长的任务了 见鬼犹豫 我没有我没有 火球举手 他的任务完成了 对吗 领了云中目的任务的 现在身上不是空了 一人领个小会长 咱一个一个亲过去 会长级别又带任务 肯定大有分转 复活营地什么的 咱们目前想夺取没什么机会 佑哥说 嗯 见鬼点头 他觉得佑哥分析的在理 立刻回头问道 刚才领了云中目的任务的都有谁 我 雨天声明站出来 我也是 佑哥笑着 一看大家都意味深长地望着他 连忙预盖弥彰的解释 我绝不是因为自己可以完成任务 才出的这主意哈 管他是不是 这主意的确是现在比较能干的活 见鬼点着头说 我之前领的也是云中目的 还有西小天云香柳夏加入的话 也可以接 嗯 佑哥 你表妹呢 见鬼发现他忽略了一个人 他呀 他妈妈叫他吃饭先下了 一味深长的目光又来了 是真的 佑哥又解释 哼 那就咱们这些人先去领任务吧 先排名后面的 倒着领 嗯 去吧 咱们这些人去把手里任务清一下 顾飞也不输呢 结果就消五一个人积极响应 其他人都大眼瞪小眼的 他们这些人手里的任务 哪有那么容易清啊 一个逆流而上 一个黑色食指 全是大会会长 再加上出了云中目的这档子事 会长的保护会有多严密 用膝盖都能想得到 谁跟我去啊 顾飞热血的鼓动大家 哇 响应者当然是西洋五 火球这种非常支持顾风的人 这会儿跟着见鬼领新任务去了 其他人淡定 装无事 悄悄喝酒聊天 你们 顾飞望向剑南忧等人 老板发话上刀山下油锅 赴汤蹈火没话说 火然一一看被点名连忙表态 没勉强吧 顾飞说 嗯 挺勉强的 其人重 真是诚实 你们去死吧 顾飞无奈了 他又不是不会看眼色的人 显然大家并不支持他的这个决定 这样的决定只有西洋五这样的无脑嚣张型 才会热衷支持 至于他自己 顾飞觉得是有实力性的 还是等见鬼他们回来 团队行动吧 鬼童等人发表看法 好吧 顾飞无奈 转头又在重生紫禁里号召 有没有想去砍人的我带 你怎么不去死啊 齐悦多好的人呢 都受不了了 守城玩家中淡定喝酒 攻城玩家则又一次暴躁了 云中目的被荣誉击杀 罚停二十分钟的消息一出 第一个紧张的是黑色食指 他在复活营地重生后 还没往外走呢 一收到这消息 连忙出去试 结果倒是没事 暗赞自己好运 但所有人又一次 重新认识了千里一罪的危害性 对酒当歌率先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了千里一罪不灭 救美好日子的重要方针 纵横四海航会 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 连采云坚都一同表示 灭除千里一罪的活动 他们一定会积极参与 面对对酒刀割 而不时时机的 进行了一下宣布 向大家公布今天中午 他们曾经成功击杀千里一罪的消息 开始是质疑生一片 但对酒当歌在公布了他们的法子后 大家沉默了 妈的 你们比千里一罪还无耻 他又岂能不死啊 随后大行会一起公布了一份 成为承战对手的名单 以千里一罪为首 贱鬼 玉天神明 幼哥 贱难忧气人众 喜小天 云香 以对有名的没名的人物悉数曝光 众人惊叹 对方团队中的高手质量 纷纷表示 有压力 大行会又一次号召大家 摒弃前嫌 联手行动 也灭除这些不好捕捉的隐患再说 但云端成这次 已经是不知抵多少次搞同盟了 实在有缺公信力 行会们纷纷选择了观望 而大行会们这次决心很足 他们立志要好好团结一把 做个表率 结果第一次会长代表大会 就发生了矛盾 因为云中目的竟然没有来亲自参加 而是由他副手前来 副手委婉地表示 云中目的此时不方便露面 对这次合作本来抱有希望的顾小商 第一个就发火了 什么不方便露面 还不就是怕有行会知道他大限将近 趁机下黑手吗 到这个时候了 依然是一点信任没有 依然是做着互相提防的工作 顾小商对这帮会长这回是完全死了心了 云中目的不敢现身 那么其他人呢 是不是真打着要趁机对云中目的下个黑手的算盘呢 顾小商一眼扫去 只觉得眼前这帮男人 一个个都是心怀鬼胎 恶心之极 他真后悔了 后悔之前已经决定不和他们一起参加了 怎么这次又心软坐到一块了呢 结果上来就被恶心 真想自抽几个巴掌 小商别急 云木会长这种想法我们应该理解 他肯定不是怕我们趁机使坏 主要还是担心千离罪他们 无视之剑连忙出来圆场 那云中目的的副手正被吼得目瞪口呆 一听无视之剑的解释连忙附和 对对对 顾会长你多心了 云木并不是这个意思 副手嘴上这样说 心里却发虚得紧 因为云中目的让他来 火真价实就是这个意思 你流而上对于顾小商三番五次暴躁 鄙视他们心里也挺不爽的 他眼里顾小商未免太过天真 他当然不会像无视之剑那样 只顾给顾小商顺毛 此时实在按捺不住开口说道 顾大会长 有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这话你当然不爱听 但没办法 真话就是什么刺耳 咱们这帮人本来就是竞争对手 互相提防 偶有算计 这也是我们游戏的乐趣 你想我们互相之间不够信任 本来嘛 我们是对手 合作只是暂时的 因为要假灭 恰理一罪而合作 信任当然有限 再说了 咱俩很熟吗 你凭什么要我们来信任你 云木不露面 我觉得没错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但他不还是叫 挨木接来了吗 合作依然在继续 顾大会长实在不要太勉强我们 顾小商沉默了有半分钟 最后还是叹息道 你说的有道理 可我还是不喜欢 我行会的人也不会喜欢 失陪了 顾小商走了 这一次无视之见也没办法再去拦了 话已经说开了 顾小商既然不认同 那也就没有可挽留的 你流而上摇了摇头 也叹了口气 对着余下三位代表道 哥几哥可要好好表现 至少咱们得干得千里一罪几次 大家不想一而再三而三地成为笑柄吧 废话少说 谁有个什么方案 黑色食指问 等一下等一下 重大发现 无视之见突然叫道 什么情况 重生营地 重生营地 守备队长突然有任务发布 你们猜是什么 无视之见说 刺杀千里一罪 大家有点鄙视无视之见 这个问题有点没难度 也差不多 但这个内容啊 和千里一罪他们折腾我们 可能是相互的 妈的 你们派人去看啊 营地里难道没人吗 无视之见说 三位代表当然已经派人去看了 此时也已经收到消息 如城内行会大楼出现 百大暴棉行会头子一样 在复活营地守备队长处 也出现了 罪恶城主的鹰犬 两家行会 重生子经 非常逆天 千里一罪是重生子经的会长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 千里一罪在行会方面 隶属于重生子经 但是 现在竟然成了会长 非常逆天 这就是他们新成立的行会吧 雨天神明 他们这些人 大概都是在这个行会里 会长是见鬼 够嚣张的 以前叫逆天 现在叫非常逆天 日 在主城内 肯定也有一个类似的任务发布 而我们就是任务目标 云木被荣誉击杀 一定是被他们完成了某种任务 无视之见说 那倒也是奇怪啊 我怎么没被荣誉击杀呢 许能一个一个来呗 众人猜测 先别去纠结这个 全会上下都先把任务接了 咱也以牙还牙 如果能一次击杀这帮家伙出局 那就大功告成了 几人觉得 好像看到了曙光 四大行会一声令下 行会上上下下 有事的没事的 全部到复活营地 接了一遍任务 开始大家是想两人都接 但却发现只能接一个人 于是平均分配 一半人接千里遗罪 一半人接见鬼 然后所有成员 星罗密布地分配到了云端城 各个城门方向 意图是想监视 但是城下辽阔 战火又是不断 故非他们潇洒地反复出入 不是没有道理的 真的很难被人察觉 但是聊生于无 做点监视 总比啥等着强 诸位 宋恒四海著名狗头军师 倒影年华讲话了 从千里遗罪 他们的一直举动来看 他们应该会继续进行 这种任务 几位会长 都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我认为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不如聚在一起 不要分开 这样比较节省人力 众会长点头 他们都不敢再 疏于对自身的保护 现在要散了去 每人身边带个几百人 四个人一共 就要占用掉一两千人的时间 而大家都聚在一起的话 守护一位会长的人手 同样守护几位也一样 节省下来的人手 自然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以我们为目标的话 是不是正好可以趁机设下陷阱 众会长商量了下一步 云木现在够安全吗 他已经被刺杀一次 再被刺杀一次 就会被提出成战 我觉得他很可能成为千里一罪 他们接下来的重点目标 倒映年华 问沐云行会的代表 埃木杰 嗯 还行吧 埃木杰如此回答 安全不安全 现在谁说都没谱 因为对手是千里一罪 一个不适合网游规律的存在 照一般思路 会长是安全的 但千里一罪 可以把一切转化为悬念 方便的话 还是叫云木和我们一起吧 那样节省人手 而且更安全 倒映年华说 他要实在不放心咱们 可以这样 你们云竹木底负责防护工作 我们几个跟着过去 跟你们混 这样也可以节约出来人手 云木有一大堆自己人护着 还担心什么呀 一流而上说 埃木杰觉得这办法真不错 于是立刻转告云竹木底 其实这些大行会会长之间 怎么会没有互加好友呢 但依然用埃木杰来传话 这有点像是外交活动 即使领导人精通对方语言 也会讲本国语言 然后通过翻译来传话 结果云竹木底一听这建议 立刻冷笑 我们的人来搞防卫 他们的人去完成任务 几分全落他们手 埃木杰一听 原来还有这算计 自然还是太嫩 竟然觉得这方法 着实不错 很是惭愧 那怎么办呢 埃木杰问 他觉得自家 现在有点进退两难了 就照他们说的吧 不过不要咱们专门防卫 每家带个一百来人 聚一起就行了 云竹木底到底还是点头了 因为他也意识到 如果自己依然选择被孤立 那人手只能是过度的浪费 最终在积分获取上 依然不利 埃木杰转告 云竹木底的意思后 三大会长都笑了笑 随即点头 埃木杰注意观察了一下 逆流而上的神情 他想看看 这家伙刚才的算计被会长看穿后 会不会有什么异样 结果一切如常 逆流而上 并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只是立刻张露着组织人手 四会长约了一个 一马平川事业开阔的所在 他们人手充足 不需要搞什么防御 什么埋伏 这种递界发现对手 就可以迅速组织攻击 每个会长这次带了一百名部下 经协调 像逆流而上这边 擅长法师职业的 就多带了些法师 无视之见 自然是多带了攻守 两家因为单一职业过多 造成的不平衡 再由其他两家补上 总体而言 四百人的职业搭配 是完全合理的 三位 云中目的露面 和三大会长打招呼 身后紧跟行会最好的牧师 好了 大家各自领好自家兄弟 我们就暂住于此 有什么状况统一行动 共同进退 逆流而上说 好 四人起点头 战略方针已定 接下来可以分析一些战术细节 无视之见 逆流而上 云中目的三人 都是和千里一罪 直接对抗过的 纷纷拿出 自己被砍出的一线资料 无视之见这边 还在说千里一罪的法力问题 结果逆流而上和云中目的纷纷嗤之以鼻 尤其逆流而上 他们在这儿上是吃了大亏的 以为顾飞没有法力 结果不知送死了多少人 我靠 不是吧 这唯一的短板也被他补上了 那他现在还有什么缺点呢 无视之见说 众人一片沉默 云中目的觉得 再不说出点什么实在的 有损事迹 于是开口说道 发型 什么 其他三人完全没明白 这是个什么意思 我是说千里一罪的发型 非常恶心 云中目的说 这和他的实力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他的发型很难看吗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非常难看 我也觉得没什么呀 你 黑色食指重重地咳了两声 堂堂云端成四大会长 在这里讨论一个男人的发型问题 真的是没什么话可说了吗 其他三位意识到失态 连忙正襟危坐 除了发型 还有什么缺点没有 无视之见说 他已经不准备再和云中目的 纠结千里一罪的发型到底如何了 云中目的摇头 他想不到 你留上摇头 他也不知道 无视之见望向黑色食指 黑色食指低头 他本来准备要说的也是法力问题 没想到 这个补丁竟然已经被打上了 黑色食指只能心中骂娘 有些人不准备要 有些人不准备要 我会看任何人不准备要 这种东西 我们不准备要 我们不准备要 我们不准备要